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磁黄色是黄色中最富艺术气息的颜色 西晋时期 有个清坛家叫王衍 每天最喜欢高坛阔论 但他说的话往往前后矛盾 漏洞百出 别人指出他的错误 他也满不在乎 不假思索地随口就改 于是 人们就说他是信口磁黄 其实 磁黄是一种黄色的矿物颜料 古时 人们写字时用的是黄纸 如果写错了 就用磁黄涂掉 然后就可以重写 磁黄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颜料 古籍记载 甘肃敦煌县磁黄州 以盛产磁黄文明 于是 在敦煌墨高窟的壁画中 磁黄就成了最常见的颜料之一 古人也习惯把硫黄 磁黄和熊黄 合称为三黄 其中 熊黄和磁黄作为矿石 往往是共生的 一雄一磁 符合阴阳和合的天道 因此 道家常用它们来研制丹药 磁黄 是粗糙的矿石 是古老的祭药 也是圣唐敦煌的神来之笔 作证如您的 Herausforder 您猜猜猜猜的好奇 您猜猜猜猜猜猜的根据